第二个例子就是发生在民国23年 就是1924年 共赢1924年 就发生在陕西汉中的一个驻金的营长 这个营长本身他很好色 手下有一个书记官起了一个太太很漂亮 那么这个营长就看上他那个书记官太太很漂亮 就起了写恋了 想要这个我们太上感念片讲的 见他设美起心思之 就想要抢夺了 然后他就因为他本身自己已经结婚了 然后又生了三个女友 所以他就处心机翼的想去追到这个书记官的太太 可是他又是人家已经结婚了 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他就想用一种计谋 然后来用一个罪名来害他这个书记官 他后来想出一个方法 说他这个书记官通敌就跟敌人有通 就通敌罪把他枪毙了 枪毙了以后他就要起这个书记官太太 那书记官太太就跟他开出一个条件 他说不行 我要一夫一妻 因为他也知道他有太太 结果这个营长呢 意不住 欧不休 这个贪欲临头的时候呢 迷惑颠倒的时候 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 伤天害的事情都出来 这个就会被剪夺了啦 马上就下地义了 那他怎么做 他想起这个书记官太太 那没有办法啦 他就把他老婆毒死 他就把三个女儿也毒死 人家说老虎很毒啊 他都不会吃他的小虎啊 那何况是人啊 这已经是没有人性了 人还活着已经是畜生的习性了 那不可能当人啊 连当人资格都没有 结果他就把他太太毒死了 把三个小孩毒死了以后呢 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死不知呢 天知 地知 你知 我知 鬼神知啊 那再上亡灵字啊 我在上一集讲过啊 结性根本杀不死啊 你就算给他毒死 你给他烧死 你给他砍死 你杀不死啊 这个结性怎么是烧不死 这个灵性的东西呢 他是不生不昧的 不生不昧的 所以这个营长呢 他就在结婚那一天呢 他就跟这个书记官太太就合照啦 那来宾都在一起合照啦 合照就拍照啦 拍照就下面就洗出来啦 那洗出来以后呢 他自己去拿 然后以后看 吓一跳 他说 奇怪 下面怎么跑出呢 这个书记官的太太啊 后面站了一个 是他先生 军人 然后满脸是血 然后眼睛秃秃的 然后这个身体被子弹打伤的这个地方呢 爆开的地方都还很明显 然后这个金服呢 还没有扣 然后他本人的后面呢 就侦探了太太 还有那三个小孩子已经变鬼啦 然后太太呢 就两眼暴突 好 那这个金啊 就脏起来啦 就好像非常的愤怒 要抓他一样那种感觉 两个手往前伸 要抓他的感觉 这个照片呢 后来拍出来以后 大家真的到处流通啊 当然消息就传到他的上司那里啦 他的上司就知道说 他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啊 就把他抓起来以后呢 就判死刑 判死刑就枪毙了 所以当时呢 这个相片呢 流通流传的时候呢 四川有一位大佬 叫赵瑶 赵国的赵 瑶顺的瑶 赵瑶 赵瑶就在写 在这个相片上提个词 有点发人深信 他怎么讲呢 他说呢 欠人扫结烟愁啊 时时回头一看啊 好像在讲这个相片呢 其实在讲我们的心啊 我们的心啊 不要跟他结烟愁 他要就让给他 老法是这样的 从忍让到 千让 忍让 离让 一路让到底 让了就没事了嘛 你让了就不会起诚心了嘛 所以呢 扫结烟愁 那么时时回头一看呢 我们随时呢 反观自照 随时呢 忏悔 还醒自己 看自己的心在想哪里 这个是 讲到这个简多呢 我特别提这个 现代的两个故事呢 来做一个印证